世界国际殿堂中美巅峰对决 武林峰决战拉斯维加斯第八季 黑头发中国星 荷兰籍华人陈多利强势加盟中国勇士 新人王精英苦战三局 结局究竟如何 一场尊严与荣誉的浴血之战 让中原更出彩 美国决战拉斯维加斯正在播出 拉斯维加斯大道 灯火璀璨 武林峰中国勇士 气欲轩昂 很难看出 此时的他们还处于降重期间 说起降重 大家潜意识里 肯定觉得十分艰苦 身体超负荷的运转 地内水分大量蒸发 无时无刻不再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力 艰苦是有的 可最难得的便是苦中作乐了 这边老摩孙维强 耐力炫烈的同时 也不忘给王鹏飞开着玩笑 陈氏兄弟 庞作无人的对练武功 金金依然是一位乐天派 小胖为宁辉靠帅气实力抢进 那边 竹冰教练直到着杨昆山 少年老成的马硕在一旁思考着人生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成长 这与处判方及武林峰团队细致的安排 密不可分 北京时间第二天早晨 十至拉斯维加斯的傍晚 勇士们提前来到城中现场 医护人员坐着严格的赛前提前 中外勇士们礼签生死状 随后 称重仪式如期开始 主办方丰富的赛事运营经验 称重仪式顺利进行者 而另一边 阿尔良竞技场内 武林峰擂台也圆满搭建完成 期待着勇士们一战风采 最终中国勇士们全部称重通过 为庆祝这三天降重的努力 尽情的食物那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可以五把五天都吃 现在我吃前面的东西我很开心 很久没有那么开心 我们开心 一两个方便 八年底 武林峰决战阿斯维加斯 已经成为忠败观众们 巧守期盼的一个盛会 八年来 武林峰依然成为又一个中国文化符号 这个我们早就知道 每年都有一次 因为我是中国人 当然我希望我们武林峰 我们中国人能赢 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华武术文化 以及对美国少林寺文化中心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 武林峰创始人吴立新先生 正是授予誓言然大师 武林峰北美训练基地排片 武林峰北美训练基地正式成立 少林寺文化中心在美国已经有十年了 在今年我们少林寺文化中心 会和武林峰一起共同 在美国建立一个武林峰训练基地 能共同和武林峰一起 通过嫁接这个平台 能把这个国际和中国的文化 美国的文化 能打起一个更好的一个桥梁 这里是美国拉斯五家师 我们是正在世界的中国勇士 稍后登场的是 76.1公斤旗杨昆山对查尔斯 罗德里格斯 79.2公斤旗陈都立对米查尔图科 67公斤旗魏明辉对迈克赛尔 80公斤旗王志国对丹尼尔科尔 63公斤旗金英对乔哥高 武林峰环球权防中华赛 美国战精彩继续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美国拉斯维加斯 武林峰中国勇士决战拉斯维加斯 第八季正式上演巅峰对决 我是主持人观峰 原来作为中国竞技武术的 引领者和开拓者 武林峰用功夫的语言 与世界对话交流 连续八年走进拉斯维加斯 更是让美国人民 让这座魔幻般的城市 对中国功夫爱得如痴如醉 在把中国功夫的种子 洒向世界的同时 武林峰也在收获着 世界人民的尊重和友谊 这是属于中国人的自豪 风云变幻 我们不忘初心 乘风破浪 我们砥砺前行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一场比赛 是76.1公斤级的比赛 洪方选手今年19岁 身高1米81 来自秦武创新俱乐部 他的战绩12胜4负 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 杨洪杉 我们下来自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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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自豪华 和9和2 比赛现在开始 老国 泰国 缅甸交际的金三角曾是世界最神秘的地方 今天这里祥和 法治 一个开放 繁荣的经济特区拔地而起 武林峰走进金三角 是传播中华文化的正能量 进行一带一路思想 为爱与和平出称 让中原更出彩 2月10日 武林峰决战金三角 尽情期待 缓球前方之马赛 走进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比赛 我们现在是第八次走进拉斯维加斯 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男子168磅的比赛 红旺穿着红色短裤 戴着红色拳套的 就是来自中国新武创新的杨坤山 而蓝方是查尔斯 罗德里格斯 查尔斯 罗德里格斯 可能很多观众都对他比较熟悉 重击能力不错 打击的力量是很可观的 而且我们看两个人的身高 在数据上说杨坤山是181对方185 但实际上我感觉 对方的个头可能更大一些 感觉杨坤山跟对方不是一个体重级的 杨坤山连续进攻 查尔斯 罗德里格斯是IKF的腰带 这位选手的重击能力是不容忽视的 杨坤山现在是以两轮的快攻压制了对方 我们都知道在武林方拉斯维加斯的比赛 我们已经持续了这是第八期 而且在这些比赛里面 刚才我们听到介绍 是中国著名的裁判张铁钢 张铁钢老师 那么也是我们的裁判 受到了这个当地的重视和认可 杨坤山的连续扫帖 第一位打斧 后手刺拳 正灯 拉吹 接腿吹 非常有技巧性的接腿帅 虽然不会被记录比赛分数 但是打击对方的这个节奏 还是非常有效的 西红创新是这个中国散打 自由搏击化的一个创始和探索的俱乐部 这些选手 他们在目前增加着自己的连续进攻能力 增加着自己的打击能力 以及这个自己的体力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忽略 他们每一位大部分都是来自于 中国的散打的名将和名团队 后手刺拳 我们看这个臂展上 明显对方的臂展要长 感觉杨坤山的体能有点后续乏力 对方的连续中击 看起来对方的扫踢 杨坤山踢了一下支撑腿 感觉杨坤山的这个体能下降的挺快 在前面的一轮快攻中表现的非常不错 第一个早餐 我们现在要出动作 不要一直等 第一扫 后续支持的话是比较危险的 我们来看一下慢放 就是一个很技巧性的 没错 这个进队转很漂亮 这个进队转很漂亮 查尔斯的正灯 但是在后面 查尔斯的连续进攻呢 感觉杨坤山的反击 并不是非常的积极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是第二回合 没错 但是杨坤山要打出更多自己的主动进攻才可以 前侧 低扫 再做一次 小边腿 查尔斯 两个人换了一个平勾 左手的平勾就低扫 又一次正灯 杨坤山要出动作 不要站在那看啊 这个整个的脚步如果不灵活起来 是很容易被对方定点输出的 特别是这种相对体重较大的比赛 杨坤山 上钩 顶膝 低扫 杨坤山想前刺 前摆 真的单打进攻呢 都会换得查尔斯的这个多次进攻 这样是非常不合算的 后手拳 对方换了一个顶膝 低伪的打斧 这些后腿扫踢 整体的表现 这个查尔斯的连击能力 真的是不错 打斧 打头 连续的进攻 左右的手的进攻 哇 这一套连续的组合拳 非常的流畅的一套组合 杨坤山要小心 我们看两次的提西格兰 阻挡了杨坤山的第一位扫砍 低扫 看腿 每一次杨坤山的单击都会换得查尔斯的这种连击 这对杨坤山的体能感觉已经完全透支了 这个支持的非常的累 这样就会非常的危险 前摆 前摆 左手的连续的进攻 接后的扫砍 依然还是查尔斯 我觉得是会有更多的优势 在点数和中 那场比赛对杨坤山来说 其实作为杨坤山来说 需要在第三回合做出更明显的重击 甚至给对方读秒 才有可能拿下这场比赛 扫砍 杨坤山拍了拍腿 说你来 两个人开始对攻 感觉杨坤山的这种散打的痕迹比较明显 还是以这种开掌的这种摆轮摆拳为主的拳法 定西 查尔斯的左拳 右腿的扫踢 右卡 我们看他的砍腿 是用这个从上往下的这种冲量 用自己的这个骨头去杠对方的大腿 这个伤害是很大的 特别是像我们现在的168磅 这个体重一上去以后 这个腿的杀伤力是非常危险 刚才的一拳 接腿摔 作为杨坤山来说 好像体能 感觉是不太好 而且状态上杨坤山不是很兴奋 像杨坤山需要把对方的这种进攻 延边不断的进攻的这种态势打断才可以 两个人看起来轻飘飘的这个拳 其实力量都不错 作为查尔茨来说这场比赛 表现的的确是非常的好 拳法的多样性和整个立体的进攻 打断后腿的扫踢 再一次扫踢 前后手的拳法 左手的平勾斜上钩 作为杨坤山来说 现在如果再不去打更多的进攻 这场比赛失去应该已成定局了 两个人的臂展上 查尔斯的臂展又长 在这场比赛中杨坤山 我们明显感觉到 他的从第一回合的前半段的高速对拼以后 体能下掉的就比较快了 转身的反背拳 这场比赛的胜负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希望杨坤山通过这场比赛 能再一次的提高自己 我们希望在很快的未来 我们看一下比赛的慢放 在这场比赛中 查尔斯 罗德里格斯整个的表现 虽然拳的重量还是需要提高 也许杨坤山的抗架能力不错 但是对方的拳法的多样性 和时机的把控是需要我们学习的 这个是我们不容规避的事实 roughly将写中达出新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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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 com VALE Norway the ITT identifying such a strong and worthy opponent who is technical, strong and just brought a challenge that made me have to be a good fighter to beat him that's what feels great this is my beautiful mother, it takes a champion to raise a really crazy kid like me and she was strong enough that went through it very very wonderful opponent, he has a great future ahead of him 所以我们很高兴 我们很高兴 谢谢 谢谢 武林峰走进金三角 是全国中华文化的正能量 进行一带一路思想 为爱与和平出征 让中原更出彩 2月10日 武林峰决战金三角 敬请击待 金三角 位于东南亚泰国 缅甸和老乌三国边境地区的 一个三角形地带 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 之一 曾经的金三角 一度成为危险的太平寺 今天的湄公河 显得一派宁静于相互 但是就在几年之前 我背后这个小小的码头 毒品交易却十分猖獗 充满了血腥暴力 那么今天的金三角 会是怎样 2016年12月 受到我金三角 经济特区的邀请 武林峰首次来到 这片神秘的土地 街道堪净 绿树长荫 祥和宁静 这与很多人想象中的 金三角大相径庭 习主席一带一路的东风 正席卷全世界各地 这股巨大的正能量 改变了金三角 邪恶 恐怖 黑暗 已经过去 先和法制开放的金三角 已经成为企业家和有失知识的投资热度 2011年 老 中 免 太 湄公和四国联合执法机制建立以来 共同防范打击和遏制湄公和流域违法犯罪 为湄公和金三角区域的安全提供了更坚强的后盾 今天的金三角已经封开了新的篇章 2017年2月10日 时之道乌盛大的金融连结 武林峰将带定中国庸士 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 武林峰走进金三角 是传播中华文化的正能量 让我们携手 用博爱和担当 共同推进人类和平发展 再创一代 一路的新辉煌 武林峰新冲巨线 局战金三角 为爱与横平出征 尽情期待 79.2公斤旗 陈多利对米查尔图克 67公斤旗 魏宁辉对迈克赛尔 80公斤旗 王志国对丹尼尔科尔 63公斤旗 金英对强哥高 武林峰环球全防争霸赛 美国战精彩继续 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武林峰中国勇士决战 拉斯维加斯第八季 巅峰对决的现场 观看我们的精彩比赛 不妨拿起手机打开 微信参与我们的摇摇 互动游戏 我们为您准备了现金红包 以及精美的大礼包 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呈现的是 一场79.2公斤级的比赛 此刻我特别想 对我们的同胞说一句话 朋友 无论你身处世界何地 你的黄皮肤 你的黑眼睛 会时刻在提醒着你 你是祖国的一份子 祖国与你心联系 接下来我们要看 一位生活在 搏击王国荷兰的华人 怎么样来为祖国喝彩 红方选手 29岁身高 1米82 战绩20胜 9负 一次KO对手 我们欢迎来自 荷兰籍的华人 陈多利 我是陈多利 我29岁 我这次代表中国 在拉斯维加斯比赛 陈多利 9岁时就从家乡四川 来到欧洲的荷兰 今年29岁的他 已经离开家乡 20年了 我很小的时候都去荷兰了 可是中国总是在我的心里 这次他从荷兰出发 这次他从荷兰出发 可是他们还是当我是兄弟 帮助队友缠手 忙前忙后的帮队友翻译 陈多利觉得 能帮上大家的忙 自己会非常快乐 我是陈多利 希望大家观众我的比赛 这次回到荷兰出发 Weighing 175 pounds, standing 5 foot 10, age 34. With a record of 38 and 7 with three draws, Here is Mikel Wild Boar Tomco! The competition is now starting. Fighters,Fighters,Wassana. All right,this is a three-round footbal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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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他是荷兰籍的华人 但依然是我们中国的一份子 顶息 看起来呢 陈多利的身体解析 肌肉解析度并不是非常的高 对手的这个进攻真的是非常的凶猛 我们看在米查尔图科被抓住一只手臂的情况下还在继续 漂亮 这场比赛出现 五秒起来了 我们看 转身的后登 陈多利要不要继续 地面是有点湿滑 刚才陈多利的一个进骨踢啊 真的是非常有力量 我们一会儿看一下 米查尔图科的还是相对比较积极主动 哦 这个带摔在比赛规则里不被允许的 但是双方都发起了带摔 采判也警告了双方 前摆 急死低扫到腿部 感觉米查尔图科的这个后腿啊 有点吃不上劲 两个人的抱住以后的角力 有点像这个歌词里说 旋转跳跃 闭着眼啊 两个人就转着转着圈的再拧转在一起 撕打在一起 米查尔图科连续的打击数是很多 啊 又一次 再一次提到了 哇 这也是我们一个扫砍教科书式的这个有效的进攻 哇 陈多利的这个两次的扫砍 打的这两次的点都非常的准确 就这一腿 又一次 对方的这个腿直接没有办法复合身体的体重 非常漂亮 恭喜陈多利 比赛结果同方胜 我们有请WIF世界国际理事会副主席 王永航先生为获助方颁奖 很快结束了比赛 你的心里想的是什么 我很开心 因为我去外国很久 可是他们看着我还当我是中国人 然后我谢谢他们 谢谢大家在家看 然后帮我阻力 老国 泰国 缅甸交际的金三角 曾是世界最神秘的地方 今天 这里祥和 法治 一个开放 繁荣的经济特区拔地而起 武林峰走进金三角 是传播中华文化的正能量 进行一带一路思想 为爱与和平出征 让中原更出彩 2月10日 武林峰决战金三角 敬请期待 稍后登场的是 67公斤旗魏宁辉对迈克赛尔 80公斤旗王志国对丹尼尔科尔 63公斤旗金英对乔哥高 武林峰环球全方争霸赛 美国战精彩继续 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武林峰中国勇士决战 拉斯维加斯第八季巅峰对决的现场 接下来加上为您呈现的是一场 67公斤级的比赛 红方选手23岁 身高1米68 2013 WMC国王杯 63公斤级冠军获得者战绩 17胜11负 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为您 聖行为 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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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n the blue corner wearing black, weighing into 146.2 pounds, standing 5 foot 9, age 25, with a record of 8 and 1, I give you Melsic, the gun, Megasorium! 比赛现在开始 我们这里是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比赛 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145磅也是67公斤级的比赛 红方是来自中国的魏宁辉 他是2013年WFC国王背63公斤级的冠军 而他的对手呢是麦克赛尔 麦克赛尔我相信很多观众也熟 魏宁辉自己的这个特色呢就是第一位的打斧拳 左手的干打右手的圣击呢都是非常出色的自己的中击能力 现在的双方是一个正反架 对于魏宁辉来说呢 他的后手拳后腿会决定这场比赛的运程 我们看一下魏宁辉选择的脚步路线 一会儿就可以知道他大概的选择的弱势手 那么选择弱势手的旋转呢就会让魏宁辉有更多的优势的路线和运程 如果选择强势手一边会双方都打开比较大的受力面 这样是一场选择对攻的方式 刚才这个提到了魏宁辉的当部 魏宁辉将有最多五分钟的时间进行休息 本次呢我们也是第八次走进拉斯维加斯 本次呢我们中国战队也是非常特殊的 有来自中国中国香港和来自荷兰籍的华人组成的联合战队 本次是3D黄皮肤中国心的中国队 麦克塞尔的后手拳前手拳 扫踢 这个带摔在比赛的里面是不被允许的 魏宁辉正当 魏宁辉最擅长的是中俊距离 也就是他可以发挥出拳法的这个距离 拉出来后手拳 可以说魏宁辉在一直以来的表现呢 都是以这个重击能力为主的一位选手 他的打击的渗透能力非常的好 当然了对方也 后手拳 对方的纵身攻击能力也是不错 两个人正好起风对手 我们看麦克塞尔更擅长的是这个快速的进攻和拳法 前手后手上钩 非常的利索 基本上很干脆的动作 前手兵高 魏宁辉的扫踢 魏宁辉现在 第一位扫卡 魏宁辉现在选择的是这个干扰对方 让对方打不进来 实际上 魏宁辉其实进入中进距离以后也是非常具有杀伤力和威胁能力 对方的后手拳击中了魏宁辉 到目前为止 是对方的拳还是有效打击数比威宁辉高 鞋上钩 鞋上钩 打斧 打斧 又一次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回合的麦克塞尔的进攻 不拖泥带水 很干脆的进攻 给了魏宁辉不少的中击 先刺 魏宁辉还是选择 魏宁辉能在这一回合转变一下自己的战术 发挥出来自己这个终点 哇 转身后登 非常漂亮的一个动作 前后手 魏宁辉这个时候要把自己的距离拉进去 对方有相对较长的臂展和数据上相对较高的身高 所以魏宁辉如果一直控在中距离和中远距离是不太占优势的 麦克塞尔的后手拳要塞到了 攻击一下腿 控制一下 魏宁辉的低扫 目前麦克塞尔打的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啊 对于魏宁辉来说 需要发挥出来更多自己擅长的东西 在中距离和中远距离 明显是麦克塞尔的这个局面 这个非常漂亮 魏宁辉在目前的表现并没有选择把自己的身位探进去 而是还是选择做了中段的控制和腿法的牵制 但并没有进行更多的进攻 魏宁辉躲开了对方的进攻 前手的平空拳 麦克塞尔在到目前为止的拳法都是很干脆的 而且有效性还是不错 力量也很好 魏宁辉现在在 我觉得是在找一个机会输出自己的中击 腿换拳 你很快乐 伟丁辉也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熟悉的机会 那么在前两回合无手的动作让麦克塞尔打得比较顺 那魏宁辉的第三回合需要增加自己更多的有效打击 甚至给对方一些更加明显的摧毁能力 才可以保证自己来胜算 这个转身的后登非常的漂亮 进入了第三回合 魏宁辉 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一直非常出色的干部打击 裁判警告魏宁辉 我说停你不能再继续轮圈 麦克塞尔的前次 麦克塞尔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注意力和警惕性 我们看魏宁辉进入内围以后 并没有选择用拳法对对方进行打击 麦克塞尔的后手 麦丁辉 麦克塞尔的进攻速度明显要比魏宁辉目前的快 扫踢 而且魏宁辉一直不输出动作的话 让麦克塞尔打得也比较轻松 提一下腿 干扰一下平衡 迪嫂 的确 魏宁辉做了很多次迪嫂 麦克塞尔的腿上也有一些印记 但似乎并没有让麦克塞尔的速度慢下来 又一次低扫 还在选择用低扫吗 双方做了一个碰腿 麦克塞尔连续进攻 魏宁辉的低扫 麦克塞尔的连续打击 那在这场比赛中 我们相信魏宁辉是有自己的考虑的 他希望以自己的低扫 把麦克塞尔移动打掉 以后再施予重击 但是在目前为止效果并没有想象的好 而且麦克塞尔的这个拳法的有效数呢 还是比较高的 前后手 正当 低扫 后手全打在了拳套上 魏宁辉想刚才做一个左手的前拼勾 被对方夹住 麦克塞尔开始躲 已经连续的两腿踢空了 麦克塞尔的一个 领膝 踢一下 看上去麦克塞尔的体能好像有一点掉 但是比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样的一场比赛 对方转身后登 麦克塞尔的右腿 刚才是着地了以后 麦克塞尔的右腿是不是出现问题 那么这场比赛 麦克塞尔的拳法的有点数是高很多 达到预想的效果 我们看一下比赛的慢放 这是一个高位的扫踢 对方的转身后登 但是我们看 摔倒了 我相信如果时间再长一点 魏宁辉的战术有可能会奏效 对方的腿似乎是有 After three rounds all three judges score this fight 30-27 in favor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blue corner 麦克塞尔的拳 请不吝点赞尔的拳 请不吝点赞尔的拳 可惜的感觉 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武林峰中国勇士决战 拉斯维加斯第八季巅峰对决的现场 武林峰出场的是 八十公斤级的一场比赛 红方选手 今年二十三岁 身高一米八五 来自郑州顺远俱乐部 战绩二十一胜三负 我们掌声欢迎 红方选手来自中国的 王志国 大家好 我是王志国 现在我在赛场 做最后的这些准备 稍后就比赛 王志国 冲刺登上武林峰的擂台时 留下的回忆并不美好 三大出神的他 没能适应比赛节奏 打到 王志国 要小心 已经第二次了 小心 这个全太重了 被对方抓到了 因为对方是拳击的高手 对 任性十足的山东小伙子 没有复苏 赛后总结经验 刻苦训练 最后 在武林峰澳大利亚战 强势击败了 拥有WK 灌游头衔的对手 王志国的首个课唱比赛 就取得了胜利 但第二个课唱 他又面临了不一样的困难 因为和中国有很大的时差 美国是黑天 中国是白天 所以说在降体重 所以说这几天 一直在迷糊糊 一直在迷糊 但王志国相信 困难就是用来被克服的 甩过跟头 但他站了进来 而且只会比以前更强大 我会全力以赴 打好这场比赛 希望大家为我加油 我是王志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DanielBloodfireKer BloodfireKer 比赛现在开始 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80公斤 那么红方选手 穿着红色短裤 戴着红色手套的 就是来自顺远搏击的王志国 而他的对手就是丹尼尔科尔 目前已经拿到了WMC的冠军 战绩非常的显赫 78胜30负2平这样的一个战绩 王志国是21胜3负 2013年中国武术散打冠军赛的冠军 目前丹尼尔科尔 也就是三条金腰带的持有者 除了我们提到的WMC 还有两条其他的金腰带 我们看一下王志国的表现 尺远搏击也是中国目前 自由搏击领域比较出色的团队之一 双冠王杨卓包括赵岩 交付开等等都是非常出色的选手 刚才这个下劈腿完了以后的动作 让我们误以为这是一场MMA的比赛 双方在这方面的打法还是有板有眼的 在自由搏击的比赛里 带摔是不被允许的 刚才丹尼尔科尔想追击 王志国这个防御还是比较快 但是背身一定要小心 丹尼尔科尔的转身后白腿 后手拳接扫踢 中段扫踢 王志国单拳接扫踢 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 接腿后可以施于一次打击 接腿后可以施于一次发力的接腿摔 王志国都做到 王志国连续的打击这是犯规的 这个王志国对这个规则的确是不被 这个是需要裁判警告 王志国的搂抱选择有点多 一定要小心 丹尼尔科尔的左右扫踢 第一位扫踏中段 王志国的表现非常的强悍 特别是在散打的选手里面 是非常出色的选手代表 那么我们看他在自由搏击的规则里面 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表现 前刺 这个接腿后一次中击再接摔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们在类台上是很少出现的 而且我们之前也很少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出现接腿以后是允许一次打击的 在我们出现接腿以后是允许一次发力的接腿摔的 那王志国现在都做到了 这也许也开创了一个中国散打自由搏放 中段王志国一拳接一摔 对方一个下批 然后两个人开始进入搂抱 我们看这是一个尖桥 第二回合 对方上来以后的一个大腿扫内侧 王志国的上钩 我们看这个时候在进入双方角力的时候 散打的这种娇劲就产生了作用 也许在我们在比赛里不太擅长实习 但是散打系的选手我们可以发现 不同于泰拳系选手的另一种打法也许 我们来期待一下 80公斤的比赛 在打的时候两个人不约而同的都出现了摔跤的动作 帝位的扫踢中位的扫踢 这个还是不错 现在王志国需要做更多的有效进攻 前手搂住对方的后镜 后手的上钩 这个用这个Dirty Boxing 也就是肮脏拳击里面的动作 我们说到的肮脏拳击只是一种叫法 因为它是不标准性的这个拳击 因为在职业拳击里面是不允许有拉揣的这样的动作出现的 双方对腿 往后退的时候出腿所以失去了平衡 后手拳前手拳后手拳后直前摆 王志国要做更多的主动性 不过在80公斤这样的一个体重里 我们的确需要更多的新秀 接腿摔不会被计入分数 但是会打断对方的攻击节奏 给我的感觉王志国的力量和打击力量都非常的不错 不过他需要面对对方超近距离以后的这个应对方法 目前王志国是选择摔法或者是选择直接搂抱 那么在WF的规则里面的双手的搂抱其实是一种消极的表现 王志国漂亮后直前摆 丹尼尔克尔的团队要求他去做王志国打斧的动作 但是目前还没有做到 双方现在有一点想选王志国后直前摆 那力量没有发出来 射眼搏击有很多我们 哦 后手拳塞到了 又一拳塞到了 王志国的前手要抬起来 没错 中段扫踢后手摆拳 那么第二回合的表现双方也是很胶着 而且因为打出了火器 所以这个自由搏击的规则把控并不是非常的准确 克林尺摔摔的这个表现 带摔的表现 我们看一下比赛的慢放 这个丹尼尔克尔的表现很不错 我们一直非常期待的动作出现 提到了当步 那这样的王志国会最多五分钟的时间 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一个武术散打的冠军赛的冠军 没有出侧踹腿这么标志性的中国武术 好 现在比赛 继续开始 对方想学侧踹腿 这个我觉得有点晚了 中国三大这个侧踹腿可是招牌之一啊 后手拳 再一次后手拳 摔 对方盘了这个围绳 其实也是一个犯规的动作 双方已经进入了这个重摔跤系的节奏 对方要做旋风踢 哇 这个 小别 但是在比赛规则里是不被允许的 这场比赛双方在这个WF的规则把控上不够严谨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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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国的中距离的后手拳是很有威胁 远距离的腿法也不错 包括接腿摔 但是他在超近距离的内围的吸法 目前是需要提高的地方 还有他的联机能力 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 两个人的这场比赛灰色区域用的比较多 我们看在场下的这个 John McKenzie已经笑了 作为UFC的这个重点裁判之一 他应该非常熟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找机会 王志国要出出出 没错 后手拳 我相信王志国是在心里边 刻意的阻挡了自己想摔对方的这个意图 否则刚才的那个夹镜过背摔就出现了 但是两个人这一场比赛中有过多的 包括带摔 双手的暴摔消极的这样的情况出现 丹尼尔科尔的刚才那一拳 王志国有反应 边线踢 后手拳 王志国的左右腿的扫踢 王志国后手拳塞进去 散打气的选手 打拳的力量是非常好的 但是准确度一直是他们需要提高的一个课题 在连续出拳的情况下 不同的距离变化需要处理不同的拳法 两个选手的这个 这场比赛 我们只能说元素相对多样化了 扫地 前次没打到 距离的把控在三大戏的选手 在自由搏击转型的时候 是一个巨大的课题 距离把控和拳法落点的准确度 好的这场比赛终于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裁判 对于两位选手的判法 这场比赛双方都需要再多对 候補判这个 wizท not już这场比赛双方都 cries 2928 杨树 而有收 users скаж笑 用处理选手 cleft by一切 这场比赛 lot 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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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金英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美国拉斯维加斯 因为我向往的胜利 所以我做好了春分的准备 在红队里 晋银 已经一年了 我的技术不断地在提高 感谢我的团队 我的教练 给予我赛前极大的帮助 这一次比赛 对于我来说又是一次历练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都会全力以赴 打出我硬朗的风格 请记住我一个简单男孩 为什么简单呢 因为我平时就是吃饭睡觉打游戏 就这样的女人 就这样 38.2 pounds, standing 5 foot 6, age 25. With a record of 7 and 3, Welcome Joe Iron Assassin GoGo! 3 foot 7,6 pounds, 3 foot 7,6 f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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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7. 好 观众朋友 欢迎来到 武林峰环球全完了争霸赛 走进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比赛 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男子 138磅63公斤级的选手 由红方我们非常熟悉的金英 对阵美国的乔哥教 乔哥教的这个表现 是一个非常具有爆发力 而且动作很快 很具有杀伤力的选手 而金英本人呢 从我们最开始出了57公斤级 到现在63公斤级 随着小伙子的年龄增长 这个维度和肌肉力量 也慢慢地越来越好 最早出来的金英呢 是只有前手拳 那在慢慢地发展中 金英的这个拳法的多变性越来越多 加上他这个经常扎起来的小辫子 形成了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个出场特色 金英呢也是2014年 WF60公斤级的新人王 本次的比赛呢 我们是一个混合团队 中国混合队 来面对美国的选手 我们有中国的选手 包括孙维强 金英王鹏飞等等的选手 有中国香港陈启迪陈启宗的 这个香港共和兄弟 还有来自荷兰籍的华人 陈多利等等这样的表现 我们本次的中国战队 可以说总结成一句话 叫三弟黄皮肤中国心的混合战队 金英低嫂 前次 乔格高的这个动作 我们看很多 但是有效动作不多 但是力量很好 前次 乔格高的后手的大轮拳 没有打到 这个滚尖的轮摆拳 在MMA里面出现的效果 会更好一些 因为MMA需要关注的点更多 他可能集中注意力 并不全在这个手上 而这个自由搏击的这种大的轮摆拳 因为运动比较大 所以有时候不太容易成型 对方接腿摔 没成功 一个披挂腿 金英 但是金英左腿的大腿内侧 已经被对方踢红了 一个凑差腿 把对方鞠开 高位的披挂腿又一次成功了 非常漂亮 乔格高 后手的摆拳 论摆拳没打到 金英这个抱头直接往前顶了 在这场比赛中 我们看到金英的这个成长 打击的速度在很快保证的前提下 还依然保证了自己的力量和技法的多边性 我们这个武林方走进美国拉斯维加斯呢 是意义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过中国文化为启任这样的一个特色 进入第二回合 这是一场以快打快的进攻 金英的这个左腿大腿内侧已经被踢红了 又一次 我们很担心 如果是三回合 焦哥高一直是这样打击的话 可能会对金英的移动会受影响 前后手 中段扫 两个人的动作非常的快 打斧 金英的整体进攻性非常的全面 而焦哥高的这个侵略性压制性 很强 很容易给对手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两个人换拳之后呢 好 焦哥高的右手摆拳 金英的左手平高 两个人躲开 焦哥高左手平高 金英的左手平高 两个人的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快 密度非常的高 但是出力量的动作不太多 左右手平高 一个抵挂腿 转身的后蹈 中段 全力球的平高 两个人在内围的短兵相接的时候呢 脚步动得不多 想要去给对方做对攻 两个人在不知不觉中呢 成为了一种拳法的对攻 这是一场63公斤级的比赛 两个选手 其中是真的是不乏 这个拳法力量的 这个场面场地上应该是有一些施滑 两个选手在进攻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打滑 打手的轮摆拳 后手拳 两个人一动 这个转身后摆意义不大 我们看场下的裁判 是一龙博球一番战时候的那个裁判 非常著名的拳击裁判 两个人的内对轮 刚才的对攻中 焦哥哥的这个进攻拳的有效数稍多一些 在最后的那一次 非常的快 整个的移动非常的好 我们看一下比赛的慢放 前后手的摆拳 金英的左手摆拳 焦哥哥的后手拳又击中了 我们看 后手摆 前手摆 前手摆 接后手 再一次 前次 前手 后手前手 焦哥哥的一个前手刺拳击中 金英的后手连续板 没错 金英应该把自己的腿法拉出来 焦哥哥刚刚才已经 甚至跪在地下了 但还是进行了一次有效的进攻 地位答复 有一次 我们看这场比赛的边角也都是非常的强悍 焦哥哥哥 还有一龙拨球一番战的那位拳击裁判 进行的前后手直拳 焦哥哥的这个整个表现还是非常的完整 解腿 后手 前手摆拳 这两天打到了 焦哥哥的上身的摇臂摇闪的动作非常的灵活 这场比赛马上要进入尾声了 但是两个选手感觉还没有出现体能的问题 都还是像第一回合一样进行着连续的进攻 跳棋 后手的轮摆 感觉焦哥哥的这个表现更像是一位这个拳击手 前后手打击前后手进行中了几拳一吸 进行小吸 又一顶吸 进行的前手拼钩 前摆 左手拳 焦哥哥 后手摆拳 有一点滑倒了 因为刚才金英是正好把整个重心拉在那一边 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 金英刚才左手拼高接中 我们只能不停地在计数这点数 前刺 挑戏 金英就应该把自己的多样性打起来 而不要给一个非常擅长拳击 而且目前看起来只擅长拳击的选手 拼拳 哇 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精彩 我们很难知道这场比赛会判给谁 金英在前面的多样性表现非常的出色 但是在第三回 所以我们很难知道最后的比赛结果是什么样的 前后手的打击 我们看在金英这场比赛应该学到的 我觉得是不要跟一个擅长拳法或者只擅长拳法的人去拼拳 这是他最希望看到的 其实金英有更好的控制距离的方式 我们期待一下比赛的结果 三个小马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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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